被比亚迪踹下王位 马斯克现在汗流加倍 比亚迪去年第四季度的纯电销量 是首次超越了特斯拉 并且在2023年实现了年销量破300亿 超越特斯拉一举成为中国和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双料第一 顺利完成了董事长王川福 在去年初制定的成为中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目标 其实比亚迪的总销量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要高一特斯拉的 因为比亚迪既卖纯电也卖混电 但是在纯电这块 第二特斯拉的全球销量是一直超过比亚迪的 然而就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度 比亚迪的纯电销量第一次超越了特斯拉 而这一次超越 就被海外媒体称之为象征性的转折点 甚至可以说比亚迪的崛起 就代表了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影响日益增长 那你说特斯拉慌吗 只是一个季度被对手超过了而已 你说对手至于这么高兴吗 坦白来说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电动汽车 也并没有在海外市场销售太多 所以特斯拉几乎是全球一家独大 但是到了国内 那特斯拉的处境就只能用四面处格来形容 在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内卷之下 特斯拉在产品和技术上的优势 什么超充价值辅助等等 那是不剩太多 而且我们不光产品好 这个价格也低 你看去年特斯拉为了稳住销量 是连续降价 那就能看出一点端倪吧 结果在去年第四季度 比亚迪在国内的纯电销量 都还能超越特斯拉在全球的纯电销量 那换做是你是马斯克 应该早就汗流浃背了 那被比亚迪踹销王座 这消息一出 特斯拉的股价就大幅跳水 市值一夜蒸发超2300亿 当然了 马斯克也没有很慌 他说我们特斯拉可不光是车企 我们更是一家AI机器人公司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今年第一天 特斯拉官方就宣布 摩托三补贴6000块 同时还推出了低息金融政策 限时购买摩托三或者摩托外 最高可以省两万三 不知道这个操作 会不会像去年三月一样 又掀起一波新的降价潮呢